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 这几天,中国多地是狂风大作,暴雨袭袭啊,这天气一不好,人的心情就很不美丽。 听说看绿颜色容易让人心情放松,所以很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看向了中国股市。 呵,这一片绿油油啊,都说天灾容易让人看淡生命,所以这次的股市割韭菜也显得异常平静, 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都被割得心服口服。 为什么呢?因为政府这次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挥刀指向了被人诟病已久的中国教育问题。 一般关于教育的文件,得由教育步伐,但是这回的力度空前强大,国家改革的拳头也是紧紧握住。 所以这份挂羊头卖狗肉的汤,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名字很响亮,叫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 开头就毫不意外的提出啊,本次意见是以习近平同志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为最高指示,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后头就是一段打空话巴拉巴拉。 而整篇内容的主旋律其实也就是一个,那就是让学习回归学校,让作业回归老师。 意见中规定啊,不许再给孩子们留堆积如山的习题,小学一二年级不准布置作业, 三到六年级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而初中不超过90分钟。 至于高中人家没说,你说这政策是脱裤子放屁吧,要是能给孩子省一些做作业的时间, 去锻炼锻炼身体,学点感兴趣的知识,也是件好事。 但是大人呢,又都明白,不做作业不出活,那高考来的时候你再往回倒,那可就费的劲了。 毕竟国家也没打算进行高考改革,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还是要过, 不然就得去执高,大专,被拉去当免费劳动力,就这种连环套,你真中了都没法说。 像什么素质教育,让孩子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样的口号也再一次被提起, 要求学校们多组织花样活动,让大家百花齐放,岔子言红。 这也是欺负原来的孩子长大了,现在的孩子还不懂,就这一套口号答对了多少代人。 别的不说,就学校搞的什么书画展,才艺演出,不是收闲,就是内幕。 你们谁小时候看到过,那得一等奖的是鬼话符,就是因为他爹职位分量重,来来来,举个手。 当然,这个文件也不是完全的画舌添足,为了保证家长同志们能放心的当社会主义的螺丝钉, 人家国务院还贴心的规定,让学校统一增加课后服务时间, 也就是放学后,家长下班前,让孩子们能安心的在学校里上自习,写作业。 这不刚才提了要百花齐放嘛,不愿意写作业的孩子也可以, 由学校牵头来做各种兴趣班,什么武术,舞蹈,跆拳道,钢琴锁闹满街跑, 有条件的还可以开展一下劳动体验,什么拔草、喂羊、插秧,丰富克余生活, 也为将来的日子打好基础。 至于收费嘛,家长们也不用担心,学校统一收取,免去了满世界交钱的烦恼,你说贴心不贴心。 要光是减负啊,也不会给股市造成这么大的波动,这不是双减嘛, 重点在后头这个减轻校外辅导的压力上头。 这不庆丰弟听取了百姓的意见,说校外补习贵嘛,人家就觉得这才是老百姓养不起孩子的源头。 于是大手一挥,从严治理所有校外补习班,哎,人家可没手关停。 只是优雅的,让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就是教高考科目的这些,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 原来拿到执照的,全部重新审核,没拿到执照的,赶紧洗洗转行去,以后不会再批了。 并且要求所有的教育培训类企业,一律不许上市融资,禁止资本化运作。 更狠的是,以后这类机构的广告在中国不许再出现。 好,这一句话出来你去看吧,但凡是做教育的,在股市里,绿的你都想去踏青。 这些公司也没辙啊,硬着头皮出来跟广大股东解释,说同志们,对不起了,胜意难为啊, 我们能不能盈利已经不是考量的项目了,可能过几天就直接破产清零了。 整个教育行业保守估计就业的也得有上百万人,就这样一夜之间抢倒楼塌。 对此国家只是淡淡的说,谁让你们这些资本干扰了我们的教育阵地, 弄得百姓都不敢生孩子了,要成大事,就得革命,而革命就必须有人牺牲。 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你们就再找一份工吧。 什么体制内老师校外串场,辅导机构以晚间周末托管为名授课,暗读陈仓, 还有提供境外教育课程的,统统都会被监管,进入黑白名单。 还有那些聘请外籍员工的,都得拉出来往祖宗十八代上查看。 但是人家也没都否定,现在不是有很多机构做线上解答嘛,政府把这个点子也拿过来了, 要求各地教育部成立自己的网络平台,并且大力推广,争取利用国家优势来给孩子们线上提问, 并且要求老师免费在线答疑。 这个点子确实不错,就是老师这块领不领加班费,就不得而知了。 而这次进行如此大刀阔斧改革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低迷到没眼看的出生率, 国家一边鼓励声,大家一边往后撤,这连打的确实让中南海也坐不住了, 所以才决定拿别人的肉顶自己的锅。 没有什么比把所有错都推到资本上更能收买人心的了, 毕竟很多老铁别的问题看不见,就觉得一切都是钱闹的。 培训机构被全线打垮,家长也不用因为辅导孩子作业而气到冒烟, 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美好又和谐。 而跟教育机构难兄难弟的还有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一个个的不是自主破产, 就是跟恒大似的在被踢爆的边缘疯狂徘徊。 而这房价更是如过山车升升跌跌,一会儿学区房有用,一会儿学区房不灵。 反正这政策的时候就在百姓的脸蛋上是来回摸索。 但是你说,把培训班管了,这高考就不内卷了吗? 学区房砍了,这百姓的房价就不高了吗? 这屎盆子都扣在别人脑袋上,原来装傻冲愣躲在背后屎坏的人就是隔壁老王了吗? 显然未必,喊着国家时刻想着人民,所有政策都是为了兼顾人口结构调整, 优化资源配置,让阶层间的流动更频繁,让社会更公平。 但是那金字塔上头的人却从来不见动幻,底下百姓的日子却是新三年,就三年。 这个韭菜站起来,那个韭菜搁下去,所有的大刀砍的都是别人的手腕。 而好听的话叫为民谋福利,但是点到深处都是怕将来韭菜不够了, 所以出各种迷魂摊,能骗一个是一个。 中国百姓不安居,不乐业,大人孩子一起卷的原因,就是因为从上到下明晃晃的鄙视链,甭管哪个阶层,都想着捧高踩低,保自己。 而所谓的利益驱动,不过是普通人明白,如果没有权,那么最起码钱还能带来一些安全感。 与其拿别人开刀,不如照自己下手,先把那些遗旨气使的官老也处理了, 再把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账目、裙带关系和国企垄断公开, 不然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花活,只能给身在此山外的皇上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对政府此次推出的双减政策怎么看呢? 你们觉得这样能减少教育内卷,让百姓放心生孩子吗? 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 感觉不过,下期再见,拜了个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